这次棒球12强赛 中华队在原本各界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 最后打出了让人非常感动的战役 不过我们要请教廷浩 如果从薪水来看的话 大家说中华队CP值真的好高 但是真的是好事吗 对 其实你如果仔细看 这一次的先发投手玉米 它在小联盟体系 大概年轻的话 也不过是接近500万日人左右 可是如果是日本这次的先发护前的话 他的年薪是1.8亿日元 这都不知道怎么比而差这么多 30倍左右 我们一直都讲说 中华队不管有没有冠军 光是能够打进四强 就足以彰显我们的能力 为什么 我们是在有限的成本底下 打出了最好的成绩 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举例 最近很多人在讨论 中华职棒薪资 是不是应该调高一点 国家队都可以打出 这么亮丽的成绩 如果是以中职前五大的球员 月薪来做观察 像富邦和江的江少庆来说 月薪是113万 韦中卫权的103万 这个洪裕88万 所以简单来讲 如果以顶级球星在中职的话 大概年薪一千出到两千 算是很正常的 不含税 可是你看一下 二二年 日本职棒的棒球年薪 听众这样大 直接是9亿日元 柳田优奇 6.2亿 前十名基本上都是 一起跳的 以台币来去讲 所以这个差距其实相当大的 足以彰显着 这个台湾能够在本次 用这么少的成本 至少如果是以球员 总市值来看的话 整体而言是打出非常亮丽的成绩 这其实也攸关到台湾本身的 产业竞争力 有时候我们要想说 台湾为什么在这种中小型企业 这么多的情况底下 在国际赛事或者说在国际产业当中 可以走出这么亮丽的表现 就是因为我们善用最廉价的成本 去打最好的仗 那讲难听一点 就是能力成本的确比较便宜 我们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来说 其实早在整个2023年到2024年 台湾的人均GDP 基本就已经超过日韩了 到目前亚洲市场为止 就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 大概是4.6万美元左右 可是我们都很清楚 台湾基本工资 甚至连日本和南韩的一半都没有达到 对啊 为什么还是差那么多呢 原因就很简单 就说明着台湾的企业 正在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增长 所以人均产数非常高 但是在企业分配获利的时候 反而基本金资就不是特别高了 所以它会形成一种效果 第一种效果就是 这几年外商在选择日本 南韩 台湾 这种有大量工程师 又有高端技术的地区 为什么永远都是首选台湾呢 第一件事情很明显 是工时的部分 台湾在工时的部分 在全球当中接近是2000小时 全球当中仅次于新加坡 墨西哥和哥斯大利加 那新加坡是因为它完全没有工时上线 完全是随意你开多少就可以 是2298 可是相对于南韩的1915小时 或者日本相对来看 台湾是属于高工时区域 换句话说 台湾本身对于加班而言 也没有这么严厉的禁止 所以前阵子我们才传出 为什么三星希望 可以解禁加班工时 为什么想要追上台积电的夜银计划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员工很拼 所以我们的竞争力 来自于我们的爆竿吗 这是其中一个 那第二个原因 来自于人均生产特别高 就是台湾的人均GDP 已经超过了日韩 就代表我付出的努力所赚的钱 是远远高于日韩地区 但是从人均分配来看 比日韩还要来得低 所以企业组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他会导致什么结果 大量的企业急着想要到台湾市场 为什么呢 你这么愿意干 你又努力 然后钱又给的少 所以我们看到 从台湾的外商核准投资金额来看 18年美中贸易战以后 几乎就跳了一个阶级 在过往每年大概就是五百亿左右 突然之间 在过去两三年 直接跳到了千亿 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要鼓励 这个不管是当局政府 企业或者中职 要尽可能的 当然是要拉抬工资 为什么 台湾人的竞争率 是有目共睹的 你至少应该要稍微调下薪资 所以第一个部分 也是政府过去几年在做的 尽可能的去调升基本工资 可是说实在的 调升基本工资 也不过就是下游 这些基础劳动力 他有望可以提升 我们普通人更多的是 要集中在经常性薪资 这个部分光靠政府端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要靠企业端的同心协力 所以第一件做法我们看到的 政府端在做的就是 尽可能的让企业端 把能力成本给加上去 反映在你的中端售价 另外一种方面要怎么做 要维持台湾的竞争力 一个是让台湾的产出提高 另外一个再压低你的成本 我们也很清楚 为什么很多劳全团体 对于移工的来台 都会抱持的相对 比较谨慎的态度 在台湾的总体移工人数 现在是高达80万人 我最近去李托法 常常看到很多移工 是留学过来的 来这边打工 但基本上都是领基本薪资 那基本上说实在的也很认真 那基本上他就是 让台湾的人力成本 尽可能可以进行压缩的原因 所以他就形成两种博弈的情况 但是说实在的 如果用本土台湾人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 既然我们的产出 已经这么高了 薪资当然要多涨一点点 应该要往上 没错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 当然在这一次中华队奪下了冠军 这个奖金的部分 大家也很关注 那么平均每个人可以进账 一千一百万 我们稍后来了解 感谢杀 快跟胶拿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